大家在处理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已经是十二点五十十分,就要进入一点,那东方就要进入中午了,感谢赞美主,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那大家要记得远远的感恩,远远走真一路,远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 也感谢华强弟弟上来的明明资良,还有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那我就赶紧进入,因为有很多,看到很多异象,那就是二十五号前,昨天前天的,还没有讲完,那昨天就是二十六号星期日,看到的,还有刚才呢,十点多,就是两个,差不多两个小时前,看到的异象, 我就没有花下去,因为已经忙了,那我就讲,刚才两个小时之前,看到的异象很重要,那是因为我躺下来,休息我的眼睛,就睡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吧,那就醒来,看到异象写着,是金色的字,写着昨天下午,那时候是晚上四点四十五分,所以昨天是讲到二十五号那一天, 就是那天看到好多异象,小小小小小这样,我就问神神啊,好像时间好像是越来越远这样,后来他跟我讲,这是讲到历史啊,之前发生的事,那刚才两点,两个小时前就刚才,昨天下午,写着金色的字, 然后看到了,然后又看到cleaver,cleaver,他是用他自己的手写着这个cleaver,那cleaver是什么呢,就是大刀,大刀,好,我就解释是什么,就讲到,昨天下午,那是,就是二十五号那天,看到的异象,下午三点这样,看到什么,就是在西网盆那边,有这个大刀, 也有这个,筷子,一双的筷子,还有小网这些啊,在那边,所以是讲到这个,后来神写那个字,cleaver,cleaver就是大刀,切走的大刀,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了,了就是要完了,了啊,了啊,然后就看到准备,准备,啊,啊,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难都爬起来,真的很爱睡,因为真,呃,很久了,然后, 很累,眼睛很累,那,呃,当时突然间,因为有难度爬起来嘛,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很大声,就是讲,很大声,呃,讲什么,Current,Current,Current是什么,Current就是,现在,OK,就是现实,就是当前,就是说现在,很快,就是,呃,就要分割了,分割了,这个刀呢,啊,这个筷子要选那些, 被提着人,写在一边,绵羊帮放在一边,呃,那个,上羊就放在另外一边,哦,所以,他说,昨天我已经跟你讲,啊,昨天啊,那个,呃,所以他就写着这个大刀,cleaver,然后,了,就是要完了,然后,准备叫大家,准备好自己,哦,所以,我们真的到最后一圈了,好,那还没有,啊,讲到其他异象之前,我们就,啊,丢,明,日良,就是, 做神的儿女,那是从菲律宾书第二章四五节开始,呃,四五节,那我们就从十二节开始,啊,那多读经节,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是神的话,啊,是,呃,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是圣灵的带领之下,走过这,呃,走人生,呃,有意义的道路,啊,生意的道路,还有一个是,到我,现在, 在我,在我头脑是什么,我就讲什么,啊,啊,我每每,呢,啊,这首歌,不离不弃这首歌,是我四妹唱的这首歌,啊,其实,啊,我四妹不知道说,她的大姐,那就是我等她,等了十几年,因为我二妹很喜欢唱歌,啊,不是,四妹很喜欢唱歌,那我就一直希望她能够把她歌喉线上给主,已经等了十几年,啊,那我们在WhatsApp里面, 她也跟着我们一起,跟随着主耶稣走了两年多,两年多,那她之前很久就受洗了,但是那时候,我讲真实的话,呦,她有爱神,但是没有真正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啊,那这一次呢,呃,前天,昨天前天嘛,她就送我,给我这首歌,说她是她唱的,啊,给我听,啊,当然是给上帝听啦,当然也跟姐姐分享,那我听了,我一直在聊天, 她流眼泪,因为我后来我跟她讲,姐姐在等你的,把你的歌喉线上给主,等了十几年了,啊,至如今呢,能够听到,你真的把这首歌,以你的心里面的话唱出来,赞美主啊,跟主说,你对主,从头到尾都不离不弃的,啊,带领着,啊,就是带领着四妹了,啊,嘿, 所以呢,希望大家,也,啊,跟我一起来赞美主啊,欣赏,啊,四妹唱的一首歌,献上给主,给大家也一起来献上自己给主,记得,主跟我们的立约,啊,好,那就从菲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没有打算讲, 当时杜兰金到我头脑,那之前也有,那就是说,我的三妹,啊,我的三妹呢,我记得她,啊,结婚的时候,跟她先生结婚,就是二十多年前,在教会里面,啊,然后她有讲话,讲几句话,我听到她的声音,非常好听,那我也是从来还没有跟我三妹讲过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三妹,三妹现在也有听,所以三妹,姐姐听到你的声音那个时候, 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讲几句话的时候,那个声音,我觉得,哇,我的三妹的声音多么好听啊,哎,她的声音就经过这个microphone出来的是非常好听,啊,讲到这边就想起我的,我母亲以前是蛮喜欢唱歌的,我爸爸小时候也是大,也是喜欢唱歌,那老师,因为她的歌喉好嘛,那我的,她的老师,她以前只知道,都要两三年书,啊, 就选她要唱歌,当时她就不唱歌,那时候还小,她就拉着那个老师的头发,啊,她觉得很对不起老师,好,讲到这边,就是我家里的小小故事,那菲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开始,还有一个我的小弟,不是小弟,叫做华强弟弟,啊,华强弟弟也是非常喜欢唱歌,在教会里面,跟那个,呃, 是quire里面的,她,好像,有啊,有啊,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听到她唱歌,所以,我们到了另外一端,我们这一大群人里面,有很多都是唱诗班的,哈,我相信是唱诗班的,好,感谢赵妹,就,那,菲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保罗说,是一个菲律比教会的,他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竟然是常常的顺服的,哈,不但我在你们哪里,你就很顺服,就是我如今不在跟你一起的时候,你也是顺服上,圣顺服神的道,哈,就当作,啊,恐惧仗俱,啊,就是,就是当作一个仗生,作为你们得救的功夫,OK,就是,得救的功夫,就是信靠与顺服,那讲到这边哈,我不是跟大家昨天 讲过,啊,神给我看到很多意象,然后跟我听到声音说,这就是提到历史,那讲来讲去就是,可以看到,神就是要我们信靠与顺服,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要是去以色列,去埃及了,去以色列,我也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是我知道神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听他的话,就好像爱自己的父母亲,就信靠自己的父母亲, 父母亲,而且知道父母亲不会给我们不好的东西的,哈,所以就信靠与顺服,这样走过每一天,牵着主耶稣的手哈,好,接下来第二节,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哈,你们立志行事呢,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的哈,圣灵在里面带领的,唯一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两年多,还有之前大家, 大家也跟随着主耶稣这些时候,都有神的美意啊,所以有时候就有经过很艰难的时候啊,都有很痛苦的时候啊,差不多我们可以讲,现在到我的头脑八十八天,我们里面八十八天的人都经过很艰难的日子,有时候经过很艰难的日子,但是神并没有把我们忘记,经过这艰难的日子,我们才知道我们人是乱络的,我们需要我们的上帝,我们需要上帝,需要主耶稣牵着我们的手,需要主耶稣, 就是带领我们走过南关,一关又一关,走完这人生的道路,回到天国,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去见阿爸父哈,OK,感谢赵美酒,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神的美意,跟他远远,上帝创造的是为了什么,是要我们跟他一起走到永恒的啊,那是最初他的计划,然后他的计划没有改变,所以今天他就要带小孩子 就是baby们,一个新的generation,一个新的年代,跟我们这些已经准备好了,一起回家,所以现在就要分割了,就是刚才听到的声音,current就是说,现在就要分割了,OK,令你不要睡觉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的工作要做完了,你一定要把它做完,OK,那我们接下来,14节,讲到防守行的,都不要发诺言,起争论, 不要跟人家争论,不要发诺言,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甚至说你一万元都买不到了,所以呢,就是一定得到这个福分到最高点啊,别人这些小小的东西,看到这没东西啊,对不对,而且他,人家要你,要教他主耶稣说,人要你的衣服,你就给他嘛,你穿的也脱下来给他嘛,对不对,他要你,要打你的左边的,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 耳朵还是这个脸啊,你就另外一笔被他打,因为这些都是小小的事情啊,比起我们的救恩,要回家的这个救恩,要回去天国这个圆圆的福分,真的差的远了啊,所以呢,大家之间的东西真的,只是可以算来,就变成零档了啊,其实就是零档,所以呢, 我们想到我们的,要说要得到神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救恩,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做着啦,就好像玛利亚啊,啊,就在主耶稣面前,听着主耶稣讲道,那那主耶稣说,啊,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是最标准的,最好的啊,那没有人能够把它拿掉啊,那就是天道,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好,接下来第十五, 是你们没有,呃,无可指责,OK,所以呢,我们在世上过着这个正义的生活,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们的啊,就算天堂也不能够指责我们,因为已经有主耶稣拿掉我们的罪,那我们每一天牵着主耶稣的时候,那天堂就很开心啊,对不对,那当然是天堂讲道,天堂是阿爸父啊,主耶稣,对不对,那就不用捡到圣灵,圣灵是每一天牵着我们, 我们领导着我们,而且,啊,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为我们讲好话啊,这是真实的,好,是你们没有地方可以指责,诚实,无为,就是啊,虚伪这样,没有虚伪,我们是真诚的,诚实的,没有虚伪了啊,在这弯曲,啊,的弯弯曲曲,不正义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面,终于神没有挟持的儿女,你们就在,呃,显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明亮的 光照有着这个世界啊,那第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将这个生命的道,啊,所以我为什么很生气西方,因为讲自己是基督徒的国家,讲自己是基督徒,做的都是反抗上帝的啊,啊,要常常杀杀,讲骗话,要欺骗人,要做到人的产业这些,所以都是走相仿的,他们是拜魔鬼,反而说他们是拜上帝主耶稣,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卑微的事情, 最近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把生命,呃,呃,呃,要要走的正义,啊,才能够表明上,呃,呃,给世人看到上帝的光,看到,呃,呃,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保罗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说我们知道这个道,啊,知道爱神爱人,我,我们就要把它表明出来,OK,然后呢,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什么基督的日子,这是主耶稣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家,就是主耶稣的生日,对不对,主耶稣的生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是主耶稣的日子,啊,通常以色列人庆祝一个节日,是,啊,通常是一个星期,或者是上四天最少,啊,一个星期,那主耶稣的生日是八月八号,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好像是二号,二十五号是一第一第二,二号是二十六,那二十七就是他们的三号,他们是现在是八月三号,啊,那主耶稣的生日是八月八号,啊,八月八号,那主耶稣的生日过后,三四天,三四天,啊,那八号加上就是十一号,呃, 啊,东方就十二号了,那也是主的日子,所以主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啊,然后他的生日是八月八号,好,那我们呢,啊,到现在为止,相信我们是,啊,以色列人日历八月十一号,东方八月十二号,回家,啊,接下来主耶稣说,啊,叫我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好过我没有,没有空袍,就是, 啊,到讲传的时候,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啊,就是,呃,讲,就就可以夸张说,我没有,啊,嗯,我空袍,空袍就是什么,跑了这么辛苦,就是空空一场的,不是的,不是空空一场的,是带着有意义,完成三地的计划,完成三地的美意,啊,这些,好,那接下来,啊,他讲说,也没有屠龙,也没有屠龙,就是没有浪费,啊,这时间没有, 啊,这些经历,这些都没有浪费,因为,是完成三地的计划,成全神的美意,好,大家继续努力,那我们礼命之俩讲说,做神的儿女,有极大的权力跟福分,啊,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也有极大的责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极大的权力,也有责任,大有责任,啊,跟本分,做父亲的,都对自己的子女, 有极大的盼望和要求,对不对,啊,可况荣耀的三地呢,他愿意我们做顺命,就是顺服神的命令的儿女,啊,比如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蒙恩赐爱的儿女,我们就,啊,得到这个,啊,赐爱的儿女,就为神蒙恩的子女,啊,那他愿意我们顺服他,他,神要我们顺服他, 啊,要我们效法他,听他的话,因为他,他的话都是有很多好处,啊,他是围绕我们,他可以不理我们,不管我们,可以让我们做孤儿,当时他说,他不会让我们做孤儿的啊,这是主耶稣讲过的话,那他效法,呃,他愿意我们顺服他,效法他,向他,甚至不惜的管教,便打,便打,便打到他的目的, 所以就好像西方国家,现在不是审判吗?是不是在鞭打,在鞭打,但是希望他们会悔改,到今天还没有悔改啊,是不是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啊,这些人,叫他悔改,他不会改,然后他到时候就躲在石洞里面,石头下面啊,不敢见主了,好,接下来,那西方来说,第十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如果胖义,必须,如果胖义的话,必须受到神的惩罚啊, 那神对他的儿女叛罚啊,很大哦,这是李明之良,写的也是真实的啊,那高求很高,因为我们地位超越于天使,是神的后裔啊,是神的inheritance,我也不知道怎样读这个,就是inheritance,是神的拥有啊,那我们有责任就为神做天使,是父神得到荣耀,我会接下去,阿们,为我们的阿爸父,OK, 对于他的荣耀,所以要做一个没有职责啊,诚实无伪,没有狭伪的,没有虚伪的,OK,就是诚实没有虚伪的,是真实的啊,在这弯曲叛逸的世界里面,作为神没有挟持的儿女,好像观照要走,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应当以这句话对照自己啊,神的恩力不能够消极的只求自己啊,不犯什么罪,不做什么坏事就行了,不止是这样啊, 就是基点也要显示,神的荣耀来,没有指责,内心诚实无瑕,品格无瑕疵,行为光明,我们的行为要光明的啊,使世人能够看得到,将神的生命显明出来,将人所不明白的真理真道见证出来,也就是在世人的眼里显出是神的耳里圣洁, 好,敬前,就是敬畏上帝啊,真虔诚的啊,有爱心的,有胖慢的,跟那些不相信上帝主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啊,为什么?如果一样的话,那我们有什么特处呢?没有啊,根本就没有荣耀上帝,对不对? 如果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走正一路啊,然后显示出神的爱啊,的同情心,的慈悲,恩典,那世人就会看到主耶稣了,好不好? 好,好,大家继续努力,那看到的异象当中好像要很长,那我就从这个东方那边,就是right hand side,right hand side就是右边那边开始,那是前天25号那边,8点14分的时候,第一个我就看到,不是很大致,就是也不是很小到看不到,就是看得很清楚,就是能够看得到了,不渴,然后foot stop,然后渴,什么啊,什么不渴,神的不要跟我这样不可以背体啊, OK,然后后面用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说,不可能的事就会变成可能,有一个是不可以,然后有一个是可以,就是风格的意思啊,而且不可能,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可能了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信靠与顺服了啊,达成神的美意,以及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达成上帝的,怎样讲,计划, 好,接下来就看到,上面一个一,下面一个一,然后旁边写着年,后来给我聪明智慧是讲到十一年,OK,十一年,那今年是2020年,十一年不是多少年,2010,2009年,OK,2009年,那就是大家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然后又有这个天路到天堂的, 所以我就算我刚才闭起眼睛,还是24期只要有注意到看到另外一端,OK,注意一点就能够看到人在走路,现在也能够看到另外一端就是24期跟另外一端连接了,OK,另外一端就是天国,那已经11年了,2009年开始到现在,那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2009年应该是2009年, 因为那时候就是非常鼠林啊,就开始了,就看到Michael Jackson应该是2009年去世了,那时候就经验了一个,我在YouTube里面有分享到那个Michael Jackson的事情啊,好像天天心地那一端有看到一个人,但是他的脸把它遮盖起来不给我看,他的身体给我看到,他的身体很像Michael Jackson啊, 所以我相信Michael Jackson以后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好不好,OK,接下来,那你说Michael Jackson不是做很多坏事呢,这些都是谎言,大家知道现在的新闻都是乱报,而且他们要逼着Michael Jackson是拜邪教,但是Michael Jackson不要,然后他爱世界的孩子们,那些拜魔鬼撒蛋的就要害他,说他在弄这些小孩子们都是谎言,OK,那接下来, 那之后讲到11年就是2009年,对不对,那接下来就看到我的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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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孙子,当时看起来又像我的小孙子,然后看起来是比较四五年,四五岁这样,就是讲到我的大孙子,后来也讲到小孙子,接下来是看到小孙子,上面的衣服是白色,下面裤子是蓝色的,然后那是手上哪个,好像一支笔这样,当时当我画, 它下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本来是一这样下来,当时它因为变成七出来,变成七,就是看着它出来这样,七出来,本来是一变成七出来,那就使我想起什么呢,就给我一个确定,就是下面看到的印象,就是七跟六,六呢是固定在那边,那上面的七就,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的很快, 那就是几年了,七年前,七年前是2013年,2013年也是周夏,八月的时候出生,八月出生,然后他,Tony跟Rebecca结婚是2012年, 11月22号,11月22号,11月22号,11月22号也是我们一支,神提到,11倍提22号就是天新天新地,这是神安排的日子,OK,就很奇妙的,本来是很冷的时候,当时变成会温的,人家都不用穿的厚厚的,就能够去教会参加,结婚典礼,而且照相的时候都非常方便,但是偶尔到后面有一点冷喔, 讲到这边 那这边就是讲到这个结婚的见证 就是信靠与顺服 还有十一那边就是作为代导者 开始作为代导者 看到主耶稣还有这个天道 也是顺靠与顺服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变成可能的事情 那我的女儿结婚那一天 就好像天堂这个光 好像spotlight照在她背后 然后照到那个台上 这是真实的事情 我们都有见证了 那咪就其中一个咪就说 我觉得很热 整个在台上那边 十一月底是就要冬天了 这边是很冷的 要记得加拿大是在北方 很北了 很冷的地方 好接下来 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的脸 只是脸而已 然后看到 之后不久就看到 Hello my name my是什么 我google search就是my 就是Hello我的女儿 Hello我的女儿 OK OK 那接下来 有看到这个谢谢 就是听 就是有耳朵的 就让她听了 那没有耳朵的 就没办法了 那之后呢 看到七跟六刚才讲了 然后又看到 好像牧师这个人穿着黑色的西装 很像我们教会的牧师 OK 然后就过了一阵子 又看到金城 金城就是新的耶路撒人 然后又看到主的手指 只做事 OK 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 到底这么多 是什么意思呢 OK 刚才讲到 十一年前就开始进入了最后一个神代年的最后一段 让我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做神最后最重要的一个事工 那大家知道2005就是2007那2009年那两年之前呢 就是有还是一年之前就差不多那时候了就是20092008有一个姐妹 这一对夫妇他们会讲的神会带领他们讲一言的 就是说跟我讲说你认为你要回家了 还没有你的事工才刚刚要开始了 好 那讲到这边 我有三段 第一就是我自己本身 然后你的分音 然后呢 又讲到这个教会 那教会的我就明天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一个年轻年的脸 然后看到牧师 那就是关于教会 那明天才分享 还有一个坚持 这是我很久就一直忘记 也不记得有2006年有两个梦 也不是一个梦 还有年头的时候 是有一个encounter 一个经验 那我曾经讲过 当时年底是2006年11月的时候 有一个梦 这个梦呢 非常有意思 那我现在就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2006年差不多是五月的时候 五月的时候 一直一直跟我讲五月 五六月的时候 五月的时候 那在澳大利亚是冬天那个时候 大概是冬天 是盲冷的时候 不是说你穿一件就能够了 就盲冷的时候 那我睡觉的时候 刚刚躺下去 灯光了 就变成黑漫漫的 那我就 后来 我就发现 我怎么刚才 不是睡觉 没有睡觉 是什么一整样一回事呢 就是说 我躺下来 立刻我就看到天空这个宇宙 也没有天花榜了 OK 物质没有天花榜 就看到这个宇宙 那些星星们 就像通常大家看到宇宙一样的 Habble Telescope 造出来的宇宙一样一样的 然后从天坛那边 就一个声音出来 我一听到声音 我就知道是主耶稣 就知道 自己会知道的 主耶稣在讲话 他说 他说 My child 他说 我的女儿 Tell Stephen Ask Stephen To light the candle To the day of his family 就是叫 Stephen 要点这个蜡烛 给他家中的死人 那我说 什么家中的死人 点蜡烛 我们这些为你教的 我们没有什么点蜡烛的 给死人的 就一直在想着呢 但是后来 Light the candle To the day of his family 然后说 No matter what you have gone through in your life 就现在 刚才讲到 Stephen 现在讲到我 No matter what you have gone through in your life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不管你在人生当中 经验到什么艰难痛苦 就是也要知道 我是爱你的 然后我心里就说 我说 我心里面 我举巴没有讲话 我说 Lord I love you 祝我爱你 然后他另外一端 我就听到声音 就听到上帝的声音 但是我讲话 是我心里面讲话 他立刻就回应 他说 I love you too 然后他后面 I love you too 当他讲的时候 就有一个极其喳喳这样 中间因为 有极其喳喳这样 就有一个 大家知道 魔鬼撒旦是在第二层天堂 第二那边 我们中间 我们跟天堂那边 有一段是 魔鬼撒旦的地盘 然后就记得大家说不到 听了 不能够听到一惊二楚 当时也有听到 当时不听得那么清楚 那他讲了两次 之后就没了 这个遇上 这个遇上就没了 没了 我就看到 我还没有睡觉 然后一直想着说 什么 light the candle to the day 为什么 就这样 点蜡烛给死人 什么意思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然后 回到马来西亚 这时候 我就叫我生生 带我去 他的奶奶爷爷那边 那奶奶爷爷是去世 家里只有奶奶爷爷去世 对不对 就去奶爷爷爷的坟墓 一直点蜡烛 就不能够 一直点蜡烛 就不能够 一直都不能够点 哎呀 那什么 当时我知道说 是另外一个意思 当时我又不愿意去接收 因为 我先生的父母亲 有去教会的 那怎么能够说 他们是死人 对不对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去教会 没有认识主耶稣的 当时就算我的家翁、家婆 叫她是死人 就很难去接收 对不对 OK 所以 那时候我家翁、家婆还没有 有去教会 常常睡觉 嘿嘿 那时候后来有改变了吧 OK 那希望姑姑会了解 在这边 那我的家翁 还没有去世之前 我的先生回去照顾他 差不多半年吧 还有我的姑姑 在场的姑姑也是很努力的照顾 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家翁 所以 感谢赞美 就我们都尽量做我们的本分 那接下来 就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到11月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那2006年这个梦是忘记太久了 那突然间就给我回想去 那是我跟我先生 我先生这一架车我在里面 两个人是 这架车是红色的车 就好像CRV的车 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一种车 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也是在澳大利亚 因为5月6月 那我的女儿要考试 我就陪着他们 然后呢 然后就给他家里 其他人也住了给他们 他们都在考试嘛 因为你要跟其他人一起住 其他学生 然后年底的时候 又有一个考试 我又过去了 我讲到这边 那就在梦中 就要过一个桥 到另外一边 当时到了那边 没有看到桥 就是很奇怪 就没有看到桥 然后水呢 很浅 他的水就是 只有一点点水 那就看到鱼在跳 有一只好像金鱼这样 他会跳得很高 其他的鱼 是蓝色的鱼 也是在跳 在跳那边 非常漂亮的一个情景 而且他的风景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 带有蓝色的 蓝色的天空 蓝色的水 非常漂亮 然后因为太漂亮 我先生呢 他就下车了 他自己下车 就 跑得很快下上去 下车到河流的下面 然后我在上面 我不刷下去了 我跟我先生说 老公老公你快点上来 你快点上来 你现在看到这个情景 好像很漂亮 好像我感觉到很危险 有事情要发生 你赶紧上来 上车 因为我先生那时候 他毕竟是很沙门 他根本就是不听我的话 其实我先生是大多数都是不听的 但是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好很多了 然后他不上来 后来突然间在比较远方 就转弯 河流这个转弯的地方 突然间地上 地下好像有一个地震 这样 他整个水就上来 像原子弹大战这样 这个Mushion Cloud 上来 蘑菇云这样 靠这样上来 哇 那个水突然间 看着他 升高的很快很快的速度 然后我先生就在水里面被淹没了 被淹在水里面 我在上面 我没有下去 那在那个时刻 就看我的 就好像带着这个 照相机在水里 看着我先生 OK 然后看到两个天使 很大的天使 十几尺 十几二十尺的天使 在河里面 一个天使牵着我先生 一只手 OK 所以两只手 他两只手 就有两个天使 牵着他 就他出来 你可以想象到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有靠着两个大天使 十几二十尺的天使 好像他的高度 多过两倍 两三倍 我先生的 他带两三倍 对呀 最少两三倍 不止两倍了 三倍我想起来还记得 真的好几倍这样 把他带了上来 带了上来 然后两个天使 就 就是 就是坐在那边 就看到他的上面 他们在水里面 把他带上来的时候 那个天使上面 是没有穿衣服的 只有穿着裤子 游泳裤的 游泳裤的 所以他们这两个 站在那边 跟我笑笑 跟我笑笑 好 就讲到这边 这是一个梦 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在这个时刻 危险时刻 虽然你看到外面 生活上很舒服 外面看下来没有 没有饥荒 没有痛苦 没有降症 没有什么都没有 说当时现在有病毒来了 就看到很好 什么都很好 当时是一个危险的 的 是一个 一旧 一旧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灾难就要来了 现在提示都已经开始了 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那就是现今天 刚刚好 还有一阵子 昨天 25号那天 网上9点32分 听到 黑来 黑来 所以今天的黑来 就讲到什么 就是风格了 就刚才听到声音说 客人 就是现在了 要准备了 刀要把它切下去了 OK 所以呢 那如果像我先生之前 这样不听话的 他就被淹没了 没有天使救的话就没命了 OK 就是说走下地狱的一条路了 好 接下来我就分享看到的意义 大家还是在right hand side那边 那其他明天后天才分享 就看到这个 我们煮饭的 这个火炉那边 OK 有两个圆圈 我们昨天 今天不是讲到里面一个圆圈 圣灵就放了那个好像 白色的东西 然后手一直在涂着 他就中间那边 大概叫我注意注意 就要涂在那边 然后这个也 后来就是之后第二天就看到 这个火炉那边 里面的圆圈 跟外面这个圆圈的中间 在九点的档位 就看到 就是代表永恒 看到两粒红色的 红色的 也不是葡萄 就红色的椭圆形这样 那是什么呢 一个比较大 一个比较小 比较小的 大概是西方 因为西方到晚间 东方就要到早上 那早上之前 中国马来西亚之前 还有七个小时已经开始了 那就是说出去了 就是最后这个里面的圆圈走了 就出去了 就是到5月5号6号就出去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这个 一样样的这个journal page 但是不很大 它的画面不很大 大概是过去 所以就不很大 讲到过去 那时候没有讲到 现在当然神姐我聪明智慧 我才知道 是讲到过去 里面有两个圆圈 那个两个圆圈 是不是讲到 我们最后有三个圆圈 从4月1号开始到5月5号6号 是三个圆圈 这个两个圆圈已经过了 因为这个意义上是25号 25号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圆圈 那之前的24号 4月1号的24号 是两个圆圈已经过了 所以接下来 大家就看第一那边 第一那边 要不然我接下去 第一那边就是 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 昨天早上 现在讲到26号了 26号星期日 那就看到上 又下面是下 其实讲到天堂下来 我们上去 所以它的字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就是说 时间越来越近 时间越来越近 那之后就看到主的手 就是右手 手把向着我的方向 就是5这样 就是N点到 向着我们的方向 然后就有一个八圆圈 外面就是什么 这圆圈是代表最后一圈 然后说八月 也就是家 八也是家 也是以色列的八月 然后最后一个圆圈 好 昨天有跟大家讲 还没有WhatsApp之前 看到的意向是 Yes We Of 对 我们出去了 那我们当然也包括圣灵 我不知道到时候 圣灵 很多神学家讲说 被提之后 这些世界圣灵就不同在了 我相信圣灵还在 但是跟着我们一起的 圣灵还是在 跟我们里面一起出去 而且最重要是 不只是两下都重要 圣灵跟主耶稣 一样的重要 一样的 好 大家知道 圣灵就是天父天子的灵 好 那主耶稣就带我们这样出去 当然有圣灵包着我们一起出去 好 像圣灵也是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上帝是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主耶稣也包括在内 当然了 好 就不用讲到 天父他要上要下 都可以 在何处不在 对不对 那接下来是看到 一双 一双就是两个 一双手 上面有一个 好 大拇指出来 下面有一个 大拇指出来 OK 就两个 十 一直十 就是完成 完整了 然后看到主的手 他是 他的手指 就是光起来 四个手指 光起来 但是他就开了一点 给我 蹦蹦蹦在那边 你看 他说要光了 光了 现在还在开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了 所以现在也过了一天了 接下来就像看到这个简写的国记 记通常是很少用简写的字 但是这一次是用简写的国记的记 是这个耳朵 然后一个实现的诗 提示录的诗 是几话 是八话 八话就是加耳朵 然后又提示 就是有耳朵的 神就提示给他 就是这些提示给那些有耳朵听的人 所以我们一起很多人邀请他们 但是他们不要他们推出那些就是可以讲说没有耳朵听的 那就没办法了 那接下来就看到这个字 这个字是怎样讲 之前原本的字就是国记的记也是一个记 那一边是耳朵 就是有耳朵听的人叫线上 记就是记品 就是线上给主的意思 就耳朵听的 就要神就会提示给我们 而且我们线上自己 就是他的意思 接下来就是有个玻璃的container容器 那里面下面是青色的一片 然后里面好像一粒激荡 如果没错 我之前有看到激荡就画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所以一粒激荡可能是代表一个圆圈 那接下来就看到一个蓝色的 非常漂亮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颜色 然后里面是看到四粒的四粒也不是激荡 也不是葡萄 是四粒在比较远一点 然后我这边一边端大概也是四粒 那全部是巴黎四四 那从明天现在我们已经27号了 那是26号早上 所以通常是第二天上几日 27、28、29、30就四粒了 对不对 然后12、30又四粒了 对不对 那5号、6号就没有 没有在这个Mission里面 没有看到两粒东西 大粒的没有 但是在中间那边有空位 很大的空位 那就是代表5、6就已经出去了 不在了 接下来就看到神的手把一张纸条 纸撕掉 撕掉就分开了 分割了 之后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个女孩子 好像是我们东方人家 她就拿着一个桶这样 桶这样 然后给我看到里面没有东西 黑黑色的 黑暗暗的 那就使我想起这个路 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现在是暗暗到时候会开的 会开灯的 就是这样通道准备好了 回家了 那接下来就看到红色的比较 要画下来 从12点的单位画到5点 就是说完了 5号、6号完了 然后就看到一个时钟 如果没错的话 它就正是指着4跟10 10就是完了 4就是苹果 完了到苹果了 然后在11点的单位 有红色的 红色的彩下 然后12点也有红色 11点那边也有红色 那大家11点是5月5号 12点将近 1点那边当然是5月6号了 好 接下来 对 前天 有听到声音 因为我看到很多小小的一项 我就问主 为什么那些字这么小呢 然后给我答案是说 我们的话题是官举历史 我不知道官举是解的对还是错 我们现在的话题是官举历史 就是看到一项是讲到历史 那13那边是看到 就昨天看到的 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 当然是不要紧 我相信这么多都只叫5月5号 跟5月6号 那如果这个 如果是自己这样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两个两边一直交叉 一直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什么意思呢 OK 有看到11 12 13这样 好像14就没有注意了 11 12 13也是十中的 11 12 13 对不对 那14 15 16那边后面 我也不很清楚了 不要紧 15就是安西 16就是爱 1414也是四 就是天国 11是代表被提 12就是亡了 13瓶子 14就是天国 15就是安西 16就是在神的爱中过日子 那接下来是看到三个瓶子 那瓶子的下 它的标志那边有这个圆签 我相信是三个瓶子 就代表三个圆签了 然后看到一个瓶子 好像刚刚有的瓶子叫四方形 四方形就是四 四就是代表天国了 接下来 好像有一点带有青色吧 然后青色就是心天心地 那接下来就看到好像瓶圆签这样 然后他有增子出去 然后增子出去也有圆签 圆签圆签 OK我像是讲到最后的六七天了 那我就画这边 好 就以四七那边有看到角落的角 有一个指 就是指在右边那边 就是以色列的我们的25号到30号 就是在右边 左边就是5月1号到5月6号那边 OK 那所以角是几话 好像是七话完了 那是五话到5那边 好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呢 看到你知道大家买面包 我们这边买面包 上面有一只东西 大家马来西亚也是 中国也是就把它绑起来的 就是一个洞 然后你插进去这样 就是看到一个四方形的 之前不是有看到ribbon这样 把它绑起来上圈 但是呢 昨天就看到四方格 只有一个而已 所以四方形也就是代表天国了 好接下来就看到碗的 baby的碗 直底端给我看到 OK 就是在我上面 给我看到下面而已 它的一个小碗的下面 给我看到 然后上面也给我看到 那上面呢 只看到有一粒葡萄而已 就好像葡萄只有剩下一粒了 就是想那个大日子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天堂下来带我们回来 大家知道碗也是代表救恩 对不对 之前碗就是放血 放血来赎罪的 那我们现在赎罪的是 叫做这个代具的羔羊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 一个杯子 杯子这样 我忘记是怎样的杯子 那杯子这样 没有没有 不是杯子 哎呀 忘记写下来 是一个锅 小锅 最小的锅 然后油就一倍的油这样倒下去 为什么一倍油的脚倒下去 大家知道油就是